今個星期四晚上 三藩市市長候選人羅偉 在華埠舉行籌款晚會 有過百人到場參與 在會上去重申自己的三大政綱 將會著重於市內治安 無家可歸和藥物危機 以及對市府進行改革 推行問責制和反貪污腐敗政策 在治安層面方面 他認為警察局需要配備充足人手的同時 也需要兼顧不同語言人士的需要 當問到他會如何更加有效 幫助亞裔社區的時候 這因此我們需要更多警察 要求更多警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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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 está實屬於全層的方向 我擔任所有政府 會否建立 甚至受到警察局 要求更多警察局 市參試、地檢官、院警局長等公職崗位 以及一系列的加州和地方法案等 天下衛視記者黃靜採訪報導